第27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本次会议经委员庄瑞雄及王玉敏说明提案指去 并经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将署长玉敏练习说明并被询 另一主席指示就天福渝阳及雄勋等三公司近日发生之 食品安全卫生进行报告 委员洪慈勇等15人提出咨询 军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将署长玉美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 决议依说明及寻达完毕 二审查结果 一第六条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二于军造委员王玉敏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修正通过 一第23条之二条文修正为化妆品制造输入或贩卖业者 于国内进行化妆品或化妆品成分之安全性评估 除有下列情势之一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外 不得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 一该成分被广泛使用且其功能无法以其他成分替代 二据评估资料显示有损害人体健康之余 需进行动物试验者违反前项规定之化妆品 不得贩卖 第一项以动物作为检测对象之申请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二第27条条文修正为 违反第7条第一项第8条第一项第11条 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第一项第17条第一项第18条 第一项或第23条第一项禁止规定之一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兵科新台币15万元以下罚金 其妨碍卫生之物品 没收销毁之 违反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者 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下罚还 其妨碍卫生之物品 没入销毁之 违反第23条第一项第23条之二第一项或第一项或第二项禁止规定之一 情节重大或再次违反者 并得命其歇业及废止其公司商业工厂之全部或部分登记事项 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厂有第一项情事者处处罚其行为人外 并对该法人或工厂之负责人处以该项之罚金 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为本条例至公布日施行 本条例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二十三条之二 第27条第二项第三项有关违反第23条之二规定部分 自公布后三年施行 三全案审查完据你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王玉敏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四本日会议委员所提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相关资料者 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已书面答复 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宣读完毕 报告委员会对上次会议一路有无修正或一路之处 没有好那我们就确认通过 那向各位报告 今天的会议分为上下午进行 上午的议程我们是邀请行政院环保署经济部工业局 就检视这个经济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办法 他的修正草案是否足以妥善清理电葫芦炉链扎 炉石列席报告并被执询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一阵子 大概从这个松阉文创所谓的还原渣的 这个混凝土墙的豆窗还原渣开始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经济部也回应了这个需求 所以他们在这个 废弃物再利用的管理办法里面 已经拿掉了 拿掉了这个 原来的允许氧化渣还原渣 这个项目也希望立法院的诸多委员能够来反映这个意见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修正是不是 对于这个再利用产出的这个量最多的如始如扎 他对于他的管理机制是不是已经足够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们来做一个被咨询 那我们现在在场的委员和列席的官员 我们大概就自行参考书面的名单 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工业局来报告 然后再请环保署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寻答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工业局 局长待会才会来是不是 对啊 你他几点 他是请假一个小时吗 可是我记得他怎么好像是请假一个小时 记者会不用开一整个早上吧 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新政府上任 我们还面临一个无关可咨询的状况不太好吧 是不是开完记者会请尽速过来 因为像大家报告主席的部门 订定这个再利用管理条办法的主席部门 还是我们工业局 对那我记得他是请假一个小时 好像是记者会的时间 那现在不至于整个早上 都没来吧 所以我们是希望 应该是要到立法院来 就政策上管理层面 向这个立法院报告 并被咨询才对 所以只准一个小时 请联络一下 现在我们请副局长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 经济部工业局为加强炉渣再利用产品的妥善利用 及遵照贵委员会的要求 积极检讨电葫芦炼钢炉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于105年3月25日 邀及相关单位召开建立电葫芦炼钢炉渣时 再利用三级管理机制研商会议 并于4月13日 广邀各界团体召开电葫芦炼钢炉渣时 再利用管理方式修正朝安宫听会 随后本局在于4月21日 及4月28日召开两次专家咨询会议 经充分考量参酌各界意见后 本部已于105年5月12日 预告修正再利用管理办法 以下仅就本部再利用管理办法附表编号14 电葫芦炼链钢炉渣时再利用管理方式修正朝安 重点说明如下 第一点有关再利用用途部分 就如同刚刚主席所说明的 我们在预告的这个朝安里面 已经删除了氧化渣及还原渣的水泥制品原料 非结构性混凝土力量原料 非结构性混凝土原料等用途 那氧化渣得产自这个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 也就是CLSM 第二点还原渣不得产自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 这是因为还原渣的这个膨胀性是比较强 比较高的这个原因 这有关第一点就是有关再利用用途部分 第二点有关如渣安定化的部分 再利用机构于再利用前应与产原事业签订记载 还原渣安定化处理执行单位方式与处理时间之契约书 并应寒送本部被查 那第二点还原氧化渣因每月检测膨胀性 连续三个月检测结果符合规定者 得每半年检测一次 三修正还原渣膨胀性检测频率因每月一次 且采样前因书面通知并每季提报检测报告 是膨胀性检测因经由这个标准法授权的实验室认证机构 所认可的实验室办理 第三点有关这个如渣及其再利用产品储存的部分 一配合还原在安定化需与空气及水接触 三采固定污染源益善性粒状污染物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 明定采露天储存时之储存场所规范 二如渣及其再利用产品露天储存高度不得超过产区的围墙 第四点有关再利用设备部分 再利用制程设备仅限用于产制制缸如渣再利用用途产品 第五点有关再利用产品管理部分 一明定沥清混凝土机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产品 应依公共工程施工钢要规范之品质项目检验 并符合工程采购契约书之规范 其他产品品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二因每月委托依标准法授权之实验室认证机构 所认可的实验室检测再利用产品品质 三在利用机构应每季提报再利用产品检测结果 第六点有关力量相关再利用产品管理部分 增订沥清混凝土力量与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 用力量再利用运作限制规定 一利清混凝土力量销售对象仅限这个利清混凝土产 且再利用机构应与销售对象签订买卖契约书并送本部被查 二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用的力量不能够转售与其他法人 其使用对象仅限这个同一法人所设置的CLSM的这个厂 三库存量超过前一个月累积使用量时 应停止运送产品至销售对象 四销售对象产自制利清混凝土及CLSM产品出厂后 十日内应提报产品营运资料含使用地点 第七点有关再利用产品销售部分 增定利清混凝土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及铺面工程之 基层及底层集配力量销售规定 一铺面工程集配力量销售对象仅限营造业 二产品出货单在名使用本编号之钢如渣种类 三再利用机构与铺面工程集配力量产品使用者 签订之买卖契约书应记载使用限制机 产品使用地点与数量并送本部被查 四产品出厂后十日内应提报该批再利用产品营运记录 含使用地点 第八点有关流向追踪部分 我们也要求产员事业因每季提报废弃物处理报告 内容应包括 卢渣清除再利用及产品中间与最终使用情形 以上报告进行执政 那后续本局也将参照 今日各位委员及各位先进的法规意见 持续精进本部再利用管理办法 谢谢 好谢谢 由经济部的报告 我们知道它大幅的限缩了 这个电弧炉炉扎的这个使用的限缩 但是就是说它还是会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它限缩之后那些产出的去化 它限缩了这么多的用途 那这些使用的对象如果不使用去化会不会有问题 待会我们可以讨论 接下来我们是请这个环保署张副署长来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那么奉事就经济部再利用管理办法修正草案 那么提会报告 所以简要报告如下 那么依据废弃物清理法39条的规定 事业废弃物的再利用 应依中央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规定来办理 所以今天经济部所提的修正草案 就是依据废弃物清理法所定定的管理办法 那么进行修正 那目前对于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的权责 那么在环保机关主要就是针对事业跟再利用机构的 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 以及上网对于事业废弃物的产出及流向的申报 跟轻运的这些流程等进行监控管理 那么对于产源跟再利用机构 我们也会进行必要的一些机查 那么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针对再利用机构 那么就包括订定所辖事业的再利用管理办法 那么规范再利用产品的品质 查而辅导 产源跟再利用机构 以及再生产品的使用等 那这是基本的分工 那么对于我们有关再利用机构的管理 那么我们为了强化地方环保机关 能够落实这个勾基管理 所以我们有两个计划来进行 第一个就是再利用机构处理能力的查而计划 以及事业废弃物勾基查工作计划 那么这都交由我们地方的 环保主管机关在进行推动 那么近几年来我们也大力在推动 检警环的结盟 那非常感谢我们检查机关 跟警察机关的协助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检警环的联合查记的团队 那么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么对于事业废弃物的流向 对于不法的使用等等 能够进行比较有效的一个机查取缔管理 那么今天经济部所提的管理办法的第20条、27条 以及第三条的副表的修正等等重点 那么刚刚工业局已经进行报告 那么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些修订的重点 都表示尊重 那么也觉得这样的一个修订 对于这个再利用未来的管理 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不过可能对于这些事业的 这些事业废弃物的去化 可能也期待我们工业局可能要多予以辅导 如主席刚刚所关心的 我们加强管理之后 那这些废弃物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化 是可能担心会再衍生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再生产品的品质 跟流向的追踪等管理 那么原来的分工应该属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那么在这次的修订里面 似乎有增加地方环保主管机关的这个负荷 那么这部分会牵涉到地方环保主管机关的人力资源等等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建议经济部 是不是在跟地方环保局能够加强沟通 那么怎么样能够取得一个有效的一个执行 那么对于我们跟经济部的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么我们原来在最近也建立了 我们经济部跟行政院环保署的定期业务沟通联系会议 那我们理事长上任之后 也跟我们经济部的部长也有沟通 那么会来加强这个会议的进行 那么相关我们彼此必须要来协调合作的事项 都会到这个会议上面来加强的沟通 所以未来相关的这些议题 我们应该可以取得更有效的一些合作 那对于这些CVHU的再利用的管理 那我们环保署也会持续地督导地方环保机关 确实来依法查查把关 那么以上的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正 好谢谢 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 刚才副署长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到底有些事情是工业局要做 还是环保署要做 然后就是说没关系给地方政府做 可是地方政府的环保局恐怕人力根本没有 那光是你们的再利用机构处理能力查核计划 以及事业废弃物的勾机机查工作计划 这两个计划我们都怀疑 这个地方政府有能力做吗 特别是五都以外的地方政府 它的环保局大概人力大概都很少 五都以外的大概都很有问题 可是我们都要废弃物大概都会往偏乡或是往比较少有能力负责的这些地方政府去流窜 才会对责的问题 基本上修正的方向是好的 但是执行上能不能执行 我们其实是蛮担心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这个开始让立委寻答 但是我现在要处理 因为我们只有上午的议程 所以我们委员会的委员 是不是这个6加2分钟 那待会儿非本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就6分钟 那我们10点半截止登记发言 如果有书面咨询 请于三位前提出 那预期不受理 那我们今天大概 如果有提案的话 我想我们是不是在这个11点以前处理临时提案 事实上因为时间很少 所以本来想说是不是不要处理临时提案 如果关于 我是不是我们今天处理的临时提案 是这样子好了 仅限于我们今天这个上午的议程的内容的提案 那我们就来处理 那今天议程以外的非官 今天上午议程以外的提案 我们就明天再提 好那我们今天就对于提案 还是维持原状 但是呢就仅限于上午议程 以这个议程相关的提案 请受理这个今天上午议程相关的提案 那我们现在请委员开始咨询 第一位我们请洪池雍委员 主席我们请经济部副局长 副局长 工业局副局长 然后我们请环保署张副署长 张副署长 好我先问一下经济部哦 这个是你们的主管的这个法案吗 那我先问一下我今天问的问题很简单啊 经济部你们现在所管理的这些业者哦 近三年来哦就是电葫芦炼钢制成所产生的这个炉渣 跟事业废弃物 它产生出来的这些 这些就是废弃物跟这个可以再利用的这些炉渣 总共它的总量有多少 跟委员报告 就电葫芦的部分哦 大概是不到150万公吨每年 147万公吨的样子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不到150万公吨 好那可以再利用跟不可以再利用的部分 它的数量 绝大部分我们是希望可以再利用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次能够加上业者 它能够自主管理 必须要再达到一定的安定的这个 就是膨胀系数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内 或者说这个业者进行安定化措施 可以达到标准才可以再利用 所以现在它现在产出了这些 就是炉渣跟这个废弃物哦 你都希望说它都是可以再利用 所以没有这种不可再利用的这个产生有毒的部分 必须要符合我们这个膨胀系数的标准 那现在跟委员报告 目前采取的方法是希望说 第一个业者要自律 所谓自律就是说它每个月 基本上每个月 有不同的还原仗跟氧化仗 我们不同的规定 但基本上我们希望它每个月都去做检测 自己去做检测 检测之前要先通知经济部 要通知地方环保单位 然后由地商公证单位去进行检测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由外部来做这个集合管理 也就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希望说它是由 经由这个标准法认证的第三公证单位 踏测公证第三单位去进行检测 那第三个 那我们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去抽查 我们去抽查 看看它有没有落实这样的一个 三级管理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基本上希望透过这三种方法 让业者它所产出的这个炉渣 必须要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才可以进行再利用 是 好 那所以现在跟过去 它这个产出来的炉渣 都没有那一种就是不能 再送去再利用的这个部分吗 跟委员报告 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不能够再利用 对 那有这样的数量吗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 所以都是可以再利用 所以环保署这边都 都不会需要去做任何的揭露就对 我们会要求说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修正后的这个做法 我们会除了刚才跟委员报告的 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也希望所有产出 就是委员最关心的是 产出的这些事业 他必须针对他所有的这些 刚委员所说明的这些 这个产出的炉渣 他必须要做他完整的处置报告 也就是说他要跟我们说明说 他假设A工厂 他产出了100万公顿的这个炉渣 他要跟我们讲说 这个美剂要跟我们讲说 他这100万公顿 他的流向是去哪边 那这里面他如果完全要去再利用 他就要跟我们讲说 这里面全部的炉渣 全部都符合我们刚刚讲 要求的这个国家要求的 这个膨胀性的这个系数的规定 OK 好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他申报的部分 他有一部分去了可再利用 那也有部分他是当作废弃物把它处理掉 也是有这样可能是吗 有可能 他如果达不到标准 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再利用 好 但是这部分现在依靠的是 自主管理跟你们的抽查的机制 没有错 好 那其实我看你们这个修正法条 看起来就是好像有做管理 那也有一直在调整说 希望更积极一点 但是以你说的就是 自主管理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当然会有点担心 因为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厂商他很 就是很自主 那也都很 就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资料上面的一个造假 或者是说他都非常的一个 清楚去做这样的资料的交代 但是还是我们会很担心 因为其实从之前到现在 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产生 这些废弃物 炉渣或是底渣等等的 的一个随意倾倒的一个案例 所以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如果只是用自主的管理 其实没有办法减低我们民间的一个疑虑 所以我这部分我是觉得说 如果自主的管理这部分 如果没有办法减低民间的疑虑的话 那是不是经济部这边要再思考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会更有效的 而且更不会出现问题的 好 那我要问一下 那如果环保署 如果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炉渣的一些 这个产生后来这个业者 他如果有这个是废 就是变成废弃物 他没有办法再利用的部分 环保署这边是怎么样进行处理 跟委员报告就是 基本上我们刚刚有报告 我们有要求他要有废弃物清理计划书 所以如果说他在他真正再利用的过程 他产生一些不可再利用的 那他必须要在废弃物清理计划书里面 清楚交代他这些他的去处 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做处理 那基本上刚刚公共局所报告的 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些所谓不能再利用 也许他是还没有达到那个产品的标准 他可以去做适当的处理 像刚刚讲的所谓安定化 他原来产出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再利用的 那经过安定化符合他产品的品质标准之后 他就可以再利用 所以如果说他不合他也许他可以再去做处理 那最后真正不行了他才会排出来 OK好因为其实在这个经济部的这个管理办法里面的第三条第三项 他有讲到说如果说这个他这个炉渣的这个产出 他是有污染的可能性的时候 经济部是可以暂停他的一个再利用 那如果他是真的在这个程序上面 他已经就是不符合经济部的标准的时候 那环保署是怎么去接手 你们中间的那个数字啊 有没有办法去衔接 就是比如说他坦生了100公噸 然后他突然发现了20公噸 然后他是必须当成废弃物去清理的这时候 那你们之间的就是环保署跟经济部这边的一个数字 是有办法去让他变成 就是可以总和加起来是一致的吗 当然这个就变成是一定要靠后面的勾机跟查核了 对那有在做吗 我们有在做 那有确实吗 就是刚好我们主席所说的 因为还是有人力的限制 所以我不敢跟委员打包票说 我们一定都做得很确实 好 那我现在问的是 其实各方都有在做管理 但是其实五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很遗憾南投 这个卓锡西上游 又发生了这个卢渣的一个清道 上千顿的一个数量 那这个清道 据这个报导 它是写说 它是以经过合法程序处理过的一个工程的原料 也说说它是经济部 这边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好那 这个可以再利用的也到 好那不能再利用的废弃物也到 那我想要问一下 既然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为什么这些上千顿的这个数量 经济部这边没有掌握而会去清道在这个卓锡西的上游 来经济部 这个这个数量是怎么样没有勾计到 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个月 每个月要求这个再利用的业者 他必须要上环保署 他有一个这个再利用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网页 去申报 申报目前 它现在再利用的一个数量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跟环保署这边是数字都会保持一致 由业者所申报的数量 然后来做互相的勾计 那我们这个再利用办法修正 就是这次我们预告草案的修正里面 我们进一步的要求 进一步的要求 它要有这个炼钢厂 就产原单位 它从头到尾要有一个完整的处置报告 所以我想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觉得说 希望说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这个状况 好 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再发生一样的状况 因为其实它的数量并不少 它有上千顿 这么多 但是经济部竟然没有掌控到 既然它是合法的 可以再利用的工程原料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经济部这边 应该要有很清楚的这个数字 可以去掌握 但是很一看 竟然就是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不久之前 那所以其实我认为说 其实这个废弃物跟这个炉钢 其实之前一直在提的是说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 但是既然目前还是希望 它是成为这个再利用的资源 那我也要请就是经济部这边 要加强去做管理 不要再就是这么容易的去发生这个 就是到处倾倒的一个问题 好 以上 好 谢谢 下一位 我们请吴昏裕委员 好 主席早 那我其实很多问题是要问工业局局长 但是他没有来就觉得有点可惜 他记者会完就会来 好 好 那我们就请那个 環保署会管处吴处长 还有工业局副局长 好 谢谢 来请最专业的吴处长 和我们的副局长 他真的很专业 对 因为他也讀法官的 在做个台北市的環保局长 所以很专业 主席 我记得 我记得 在5月20日前 我有一篇提案 请你检查 我们到底这些本社 工业会区 还是家庭会区 调查看 可以检查 分化炉少少 这个工业会区 结果我都没消失 你也要做 让我们一点回复一下 因为我们都已经有提案了 你都不要插完 怪怪 给委员复了 我想我一定会给你主要 你的时间是几年 其实给委员复了 不然等我四年回去 帮我夾一下 我都不小心 所以让我允计一下时间 也要给他说时间来 我听他的时间来 我都很怕 我今天做的 把现在所做的 包括 尤其我们现在最 在推动的就是把那个木材 没有啦 稍微尊重 拆这些委员一下 不敢不敢 所以我们这拆这些 没什么事情 我们提案 主席也好 还是临时提案 也要尊重我们这个 好吗 这个 我这个 一二十年前就认识是委 不会这样子 是啦 不能食材 騙食材就好了 不会啦 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公议局局长 好 委员好 到底我们儒家的处理发生什么问题 你不知道有了解吗 跟委员报告以这个 就是我们 这个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生的状况 只有今年年初才发生状况吗 最近的案例就是在 最近 只有最近才有状况吗 对 我了解 只有最近吗 长久以来都有状况 是 是不是长久以来都有状况 长久以来都有状况 是啊是啊 到底 到底有没有还省过 还省过 还省过 还省一个监督的 到底有什么问题 跟委员报告 因为 因为我们大概 为了这些事件 我们召开了公厅会 这公厅会有出现 有监督出问题吗 公厅会 大家都在开 我不知道开了好不好 主委 跟委员报告 第一点就是说 大家觉得啦 最主要是出现在两点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 刚其实 前面委员也咨询过我们 就是说 这个安定化的 这个措施到底 没有 安定化的问题 你整个公厅会 都北区的 农费金 税金 那些是不好 那就是安定化的问题 那些黑白党的问题嘛 是不是这样 跟安定化有关系 没关系 跟委员报告 所以第二点 我说的就是流向管理的问题 流向管理没有确实 那所以跟委员报 流向管理 为什么没有确实 所以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这一次修订的草案里面 我们要求了几点措施 我们希望流向都要能够确实 第一点就是 呃 我们会要求 再利用的这个产品 要跟賣给 对 我刚刚有看报告 是是是是 再利用 你每一年三行电力一个爐渣 你再利用 要怎么再利用 你的管道容量够吗 所以你现在 来下一张 像说 環联渣 你做 下一张 下一张 你環联渣 现在要用在水泥原料 你现在都要禁止 有一些东西可以用的 是不是还可以用 还是全部要禁止 水泥制品 我看你的报告里面 你刚才报告也有说到 是不是都真的要完全禁掉吗 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因为水泥制品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 做过很充足的讨论 那 第一个就是因为 有一些水泥制品 我们在过去查核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 做好之后 随意的气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 认为水泥制品的标准 还不够严谨 就是没有这个水泥制品 最后的这个检核的标准 那第三点 水泥制品占 我们现在再利用的 这个 这个产品的 去化管道 大概是 是在10%以下 所以我们 以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 我们基于这三点的理由 我们目前是 暗不允许水泥制 所以你有没有系统性的评估 如果把这些禁掉 也许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检测的方法 或是说 你去用一些标准出来 那如果你完全禁掉 真的可以消化这些 每年产生的氧化渣吗 有没有系统性的评估过 是 跟委员报告 我们目前其实也了解说 有些产业者希望说 这个还是维持这个水泥制品 我都不说 业者如何 我也不说 你有系统性去并股过吗 你现在要减掉 要减掉 你另外出路 有完全 我就消化出我们鋼铁业者 产生的氧化渣吗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请他们可以利用 这个再利用 有些比较跟结构 耐外力比较没有关系的产品 是不是还可以使用 那环源渣当然是安定化很重要 那是不是有一些产品还可以使用呢 比如说空心砖 或是地砖 真的不能用了吗 为什么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还原渣它的膨胀性相较于氧化渣 它的膨胀性更高 所以我们会更 我知道 那你这个是管理膨胀性的问题嘛 管理安定化的问题 跟你的水泥制品的应用 不一定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是去找出来 怎么去管理这个氧化渣的安定性嘛 那不是这样 你说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由个案再利用的部分 慢慢去测试它的这个 慢慢要多久 你说慢慢的 如果业者过去其实已经有应用的时机 你慢慢的结果 会不会让鋼铁业者说 我没办法再生存下去了 因为个案再利用 我们可以确定流向 不是啊 个案是整个鋼铁业者 这是个案 你都说个案 你把问题简化掉了 那我不知道 因为个案再利用的申请 就是 业者可以根据他产品的特性的不一样 提出他的这个 再利用的方式跟检验的方法 那等到这个 那等到这个 是你们工业局有这个需要啊 目前是没有这个标准的吗 你们目前没有这个需要吗 目前有需要 有需要 为什么不去开发呢 这可能需要标准局看看说明 不是啊 那你们局处的協调在里面 你们自己 经济部里面的 两个局 没有什么協调 呃跟委員报告 因为它是包覆在水泥里面喔 所以其实它的 膨胀性如果 不是啦 那你到底知道这些 反应差 一再利用 你把他说包覆在水泥里面 拜托一下 你把他说包覆在水泥里面 下一张 好 我们就是要怎么确保 安定化以后 就可以利用嘛 不是吗 对啊 啊你 什么要怎么去检测 在安定化的问题嘛 你不能在利用的问题嘛 你问题要搞清楚啊 好 下一张 那我想 你说要建立管理机制 不好意思 主席 我一两个一分钟 管理机制 啊你要怎么建立嘛 我看到你都没说 要怎么建立三级管理制度啊 你这样开公厅会 说你检讨啊 结果都没结论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希望说 产员单位 他能够自己进行 没有啦 你没再说你报告 你的报告我都看过了嘛 是 我看不出你的报告 有什么说要怎么建立 三级管理制度嘛 呃就是业者自律 自己检验 然后 在利用经过他进行 亦者过去也都有自律啊 是 一直都发生问题啊 土法不自己自行啊 希望我们引入那个第三公正 希望就是 不一定能够达成啊 要怎么 那我们在用抽查 我们跟環保署在合作 进行抽查的方式 那就是第三级管理 你第二级要怎么建立 第二级的部分 我们希望引入外部公正第三課 这个标准法所认证的 但是你报告里面都没有写到啊 有我们在报告 好比说我看不清楚 好吧 好 类似的关系 下一张 我们是建立 要建立民众 对政府处理如沙的信心 真的要引进民间的力量 跟NGO的力量 这也是国际的潮流 你们都不需要这样做 我想这样你们看我做的做不好 要独立客观的 稽查监督单位 要引进民众跟NGO的力量 谢谢 好 谢谢 不过我提醒你们 新任的環保署副署长 之前有提到 我们最新的这个环品的这个新的所谓的第三方把关的机制就是要以环品为例 大概整个环品制度由业者自己去找这个相关的专业单位帮他们所做的环境影响评估书啊 这样的一个制度要做一个很大的变革 因为业者拿钱请专家帮他们做评估 这样子的专业和专家经常很少能够彻底执行监督这个角色 所以第三方业政这个机制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检讨的空间 业者拿车人去做 他通常没什么做出不合格 这是一个大问题 以环品为例都要做改革了 那你们以这个二级品管 一级如果是这个业者自主管理 二级的第三方验证 如果第三方验证是业者拿钱车人去做的 这个第三方验证可以真正的把关吗 这个是我们在担心的事情 所以要好好的想一下 我觉得抛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我们下一个是不是请这个吴玉琴委员 抱歉是刘建国委员 謝謝主席 请张副署长还有工业局副署长 副署长 委员长 副署长当入副署长多久了 呃 刚才八十年 十年了 有十年了 九七九六 九六到现在 应该是十年 应该十年 那今年三月中旬就是台北松烟 这个事情就被禁报为炉扎屋 还有在四月我也就交过我们环保署里面的那个处长 就是相关的事业会企务 有乱倾倒的这些 这些状况嘛 那我想 呃 陈副署长你已经当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呃 副署长 然后也是一个专业的事务官 我不曉得说这这这这这十年来就是说 在负责国家 环保政策拟定的一个专业的事务官 对炉扎的管理还有四月会企务的管理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具体建立要给新任的署长 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 你毕竟还是要听你的意见来 你还是比较专业啊 不敢 这个当然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书里面一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刚刚我想很佩服我们吴委员所提的 其实真正管理其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办法 除非说我们不要那个产业 所以那个产业产生的废弃我们一定要去面对 那除了管理其实很重要一个是去话 你让他有有有适当对的地方可以去 那其实他就不会产生这么多违法的事情 所以所以这个是可能就不是環保署单方面的力量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想在我们理所长来上任之后 他也特别强调他要跟经济部等部会去做 比较进一步的沟通 那也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建立 那么让事业所产生的事业废弃物能够妥善的到他可以去的地方 那就可以根本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实际上现今的这个法条实际的执行状况 来跟来就交账户书长 废清瓦第三十九条规定 事业汇气物资再利用应依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办理 也就是所谓工业局嘛对不对 那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主管机关就是环保署嘛 是 然后再利用用途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说穿的就是工业局球员兼裁判 所以说今天如果说 你刚才讲说现任署长要跟经济部来做相关的这些会商讨论 那如果这个法条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它不修 那基本上这个问题会继续存在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副主长能够去认同说 应该是要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来管理 由环保署来管理才对 我听你的意见 是我想谢谢委员 这个我想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 我想在上个会期我们提两法合一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试着想把它改过来 当然这一次也有委员提案说是不是回归到我们 那在上次大体巡打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赞成的 只是说现阶段我们的人力跟资源 必须要有配套的做法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接过来之后可能有很多 还是要地方去做 那地方能不能同时建立这个能力 否则只是转过来那换一个单位 其实它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条文里面 我们也有提一个折中的方法 看是不是说我们来逐步或怎么样 这个也许在下午讨论条文的时候再来处理 但是态度上我们是认为 与其现在这样子乱 最后我们就要去散后 我们并不排斥 好 请教副局长 这个经济部事业汇气部再利用管理办法 还有没有讨论空间 还是就此这样就上路了 刚刚才吴委员提到了 我讲一下 我们公益局有很多面对 就像石化园区 面对像这种事情 基本上都叫做给业者自主管理 这种自主管理到最后 坦白讲叫自杀管理 业者叫自杀管理 政府叫做切户 未来就是要面对切户 因为管理到最后 让他自主管理到最后 就是像这样的事业会去流窜 然后公益局自己本身很难再去 很难再去管理的情况之下 掌握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还可以让业者去自主管理 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 那你说 这个管理办法里面 如果就这样就让他上路 是不是可以改善 现今我们遇到的这种状况 可以吗 各位我们报告 我们从两点 因为刚刚我们发现说 过去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安定化做的不够 不是不够 就是不确实 所以我们这次要明定 是谁负责安定化 他的时间方式跟这个做法 那而且必须由这个验证 就是第三公信单位来做验证 所以这个部分过去容易 这个发生安定化不足的状况 我们这个部分会再加强 所以你们有要推动第三方验证就对了 是第三公信的这个单位 那第二点再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委员非常担心的就是会到处乱串 这个会卖到这个被转卖到被弃制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一次特别要求 所有的这个这个去处都必须要限定 也就是说他如果产制的是 就是釐清混凝土的力量 他的销售对象就是釐清混凝土厂 第二点我跟委员报告 如果是他是做这个CLSM 就是管购回填的控制性低强度回填材料 那个部分他不能够卖给其他法人 他必须自己跟我们说明说他是卖给谁 他是给谁 他自己的分厂使用 他不能卖给其他的法人 第三个我跟委员报告 如果是这个铺面工程的这个集配的这个力量 他只能卖给营造业 而且这些他销售的对象必须签订合约 必须要报给正本给这个给工业 经济部副本给环保署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销售对象流向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 你现在流向讲得很清楚 我可以认同 那我请教这些产品制造出来之后 他要不要他要不要他要不要去制造 那个产品的履历需不需要 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是要求产源的事业 就是产出这个卤渣的事业 他必须每季跟我们讲说 他这些产品 刚刚委员其实有咨询过了 就是产出多少吨 那10吨 没办法到标准 废弃掉了 90吨 其中有30吨是到沥青混凝土 30吨是这个控制性低强度 30吨到 他要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而且要付相关的文件跟我们说明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 有没有需要推动这个履历 我们买个东西都要知道来源嘛 对不对 他现在是这个来源 是他跟你主管机关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报备而已嘛 是不是 但是我们买 就是说你刚才讲说 出处之后 这些接受 买这些产品的人 他要不要很明确的 还是你官方 来挂波形 他确定跟你申报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 来源 都是确确无误的 所以当购买的人 基本上就是以官方的认证为极准嘛 是不是这样 我跟委员报告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求 就是这个 他卖给这个对象 就是我刚刚讲 卖给混凝土厂 他的这个契约里面 他的产品里 他的这个书件里面 他要写清楚 他是再利用的这个产品 过去就是他买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到处乱用 所以我们要求他卖的时候 一定要写清楚 他这个来源是做什么 这是第一点跟委员报告 第二点谢委员的这个提醒 其实目前混凝土工业 也在推动这个 这个履历的这个做法 不过我想这个逐步性 我们来希望能够 慢慢把它全面推动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来评估了 好不好 就有一个评估的 针对这些 这些已经可以 他就是一个产品 那产品基本上 我们就必须知道它的来源嘛 对不对 那由履历来讲 我想这个是必需要的 必需要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 卢渣因为再利用的管道 暂时已经进了六个月嘛 那这六个月 那这六个月 不到六个月 应该是不到 两个多月而已 是 从3月22到现在 是 大概两个月 一多 对啊现在现有的 未经安定的卢渣 你可能被 只能被当事业会去处理嘛 对不对 呃 跟委员报现在他只是暂时堆制 他等到我们这个 重新这个开放之后 他就可以再继续再利用 暂时堆制 啊堆制的过程里面 你们有没有有效的管制 我们 我们谢谢这个 吴处长这边也开过会议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辅导业者 他能够在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堆制 所以 要问他才知道 他们去管理就对了 呃 没有我们跟他通力合作啦 我想我们也辅导业者 那也希望说 那你可以跟我讲 现在这些堆制的炉渣是放室内还是放室外吗 谁可以跟我讲 呃我想业者他是找到这个堆制的方式 而且他堆制他必须按照环保法 两个多月嘛 两个多月了嘛 对不对 现在的量他原本是放在室内 还是现在已经报到放在室外 那放在室外之后有没有遮蔽物 需不需要遮蔽物 有没有造成相关的一些可能 你们也没有办法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因为你们给业者自主管理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事情基本上 还是他们自己在处理嘛 那你们有没有去监控监看 去监督 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时间到了 那个跟委员报告 相关的地方环保节 来开会啦 那当然是一个是刚才委员关切的 那就我们有一个储存设施的标准嘛 那委员报告就是说 假如环天渣是不得露天 洋化渣 因为洋化渣比较硬 几地嘛 环天渣比较粉 所以不能露天 大概是这样 另外一个是修改灰清水 也希望这个环保单位能够协助 趕快 不是 你有去看吗 你说好你没去看 环保教去看了 我回到你回报 他两国也没充当嘛 对不对 会越盾越多嘛 是盾在室外 还是盾在室外 你可以跟委员说一下吗 那天是来协调 就是如何协助 那我想机场部分的话 那我们机场单位 所以他啦 曼布里已经 摄来蹲下蹲下蹲下 已经造成汙烈 不好意思 你也不知道嘛 因为你刚开华协调 也不是你说这些事情嘛 对 你就是没去看嘛 你没去看 你到现在也没叫 定位环保教去注意这些事情嘛 当然有啦 有 有是怎样 你要跟我说啊 那天我们就把相关的规定 那天也提出来了 我没有再跟你讲相关规定 我是说现在 目前两个多月的堆制的情况怎么样嘛 我想我们机场单位 不想 好 没关系啦 我想是不是刘委员 这样找了 全部才20家而已啊 请这个环保署 20家的这个电葫芦 这个钢铁业子 20家立即在一周内 到厂区去做一个 他们现在目前的堆制 气质的情形调查报告 送到我们委员会来好不好 主席我没有意见啦 不过 不过这个很奇怪嘛 你工业局也不曉得 什么状况 你处长也不曉得什么状况 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 在发生 怎么我现在问你这种情况里面 没有 两个单位没有办法答复我 没有办法答复这个委员会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耶 副主长 这个事情里面 我想这个我们马上来补证 谢谢 好 我想这个刘委员讲的有道理 就是说 这些业者不断的哀叫 说他们这个没地方堆制了 那没地方堆制 他们堆制在哪里啦 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啊 这个事情是大家和人民很关心的 所以请这个环保署 一周内就20家而已 20家的堆制情形 去调查报告一下 有违法违规之处 立即开罚 谢谢 下一位 我们请 吴玉琴委员 主席我请那个 张副署长 张副署长 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这阵子这个炉扎乱道的问题的发生 我们环保署是依照废青法是可以去管控它的这个废弃物的运送的过程 可是现在设计到 当然这待会也要来问那个工业局 因为这个地方因为是涉及到再运用的部分 再利用的部分 属于工业局这边经济部这边来管理 可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呢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应该是现有的办法 经济部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再利用管理办法里面 它的清运分三种 一个是自行清除 一个是委托合法运输业代为清除 还有一般货运的清除 那这个就很难管控 所以我不知道以环保署的立场 那这个部分有可能由环保署这边来做另外 或是跟经济部再做一些讨论 这部分怎么去加强相关的清运的一个要求 是不是这些所有的清运都应该有GPS的配合记录 是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因为以往都把它认为是资源 所以就觉得说它不是垃圾 所以就没有强制要求要清理液去清 可是这次卢渣的事件就发现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请问废管署在检讨 就是说是不是它都应该要取得清除处理的许可 那测量都要装上GPS 那这样子我们即便说它在进入到再利用场之前 这一段我们也都可以管控得到 那这个就是说在流向上面比较能掌握 对对对 防止说从产源直接就被盗契了 它根本就没进到再利用场 这是一块 所以我想谢谢委员 我们已经在检讨这一部分 这个检讨什么时候会出来 未来是我们直接规定 或者说我们跟相关目的事业主管 就要来协调 在它再利用管理办法里面 把这个东西拿掉 那它就变成它全部都必须要清楚处理 而且才可以 这个我们会来做处理 或是有些其他管控机制像GPS 或是相关的一个流程 因为这次卢渣工业局定的还蛮详细 而且是非常高度的管理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对卢渣的部分 可是其他呢我现在讲的 因为其他还是涉及到其他 在应用的部分 在利用的部分 是 所以是一并来检讨 是我们会一并检讨 因为其实它原来在载运的 它的车辆 理论上它也应该要符合规定 所以它只是辅导它来申请这个许可 我想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好 我们会来检讨这个部分 好 谢谢这个环保署 我现在请主席 我请工业局的副局长 来副局长 会员好 是 工业局这一次在这个修订里面 刚因为八百六委员也在问说 因为我们三个月的一个 就是有点禁止期间 然后这个这个卢渣的一个 后续的这些处理 当然是三个月不能动 那可是在这个相关的27条修订里面 也提到说 这个卢渣的一个膨胀量的一个检测报告 或在利用的一个产品检验报告的规格 要至这个105年12月1号实施 外其他就公布实施 那意思是说 在这个法 我们这个修订办法通过之后 我们这一卢渣就可以开始应用了吗 还是说要等这个检测报告的规格 出来之后才能去做应用 这个我要问的是说 那什么时候这些可以开始启动 跟我们报告 我们如果正式在公告的话 原来禁止的部分就解禁了 解禁就可以开始应用了是不是 但是因为第三公正的认证机构 它需要有一段时间准备 因为有一些认证的机构 其实现在还不足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段时间 让他们可以先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才有半年的缓冲期 才要要求他们在半年后才进行认证 是 这个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就是所谓的第三方认证 刚刚确实有很多委员也提到 如果是厂商自己去找的认证公司 其实民众端或是我们也都不太能相信 所以怎么样跟第三方的一个 第三方公正人士 公正机构的一个认证 我不知道现在工会局 这边有什么样的规划 特别对于如扎的部分 因为后面你在相关的计划里面 全部包括毒物的检测 或是相关重金属的检测 都有类似第三方要有一个专业的机构 然后再做检测 那这个第三方是谁 这个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也很关心 这个第三方要具有公信力 是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在法规里面 其实已经有明定 有这个标准法授权的实验室认证机构 所认可的 现在就有了是不是 现在就有 所以我们是应用现成的这个要求 这个国家授权的认证的机构 那他我觉得他们应该 具有足够的公信力 而且我们会再进行这个查核 跟抽查的动作 所以我想按照这几层机制 应该是可以确保他的这个认证 所以检验这个重金属 或相关有毒物品的是有了 现在是针对这个 所谓的膨胀的量的检测的报告 还没有标准 所以还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公正的团体 对 因为有关在膨胀性检测的部分 过去比较少 所以这些实验室并不是说 他目前没有这个能量 而是还没有被认证过 所以他需要时间去被认证 大概是这个状况 也许详细的调准也 那所以在这个 我们办法里面好像也提到 是说所有的颅渣的安定化之后 所有有害物质的溶出 就要做检定 就检查无害才能出场 对不对 没有错 这是本来就有的规定 好 可是我们的颅渣里面 都好像偏检性 就检性还蛮高的 这个对环境或是对这个 有没有影响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非常关心这个部分 所以从有关颅渣的再利用管理办法 的几次修正 这个这次不是重点 但是在前几次的修订 已经把这个当做是一个重点 他要做溶出实验 他在出场前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定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 会继续严格的要求 这个部分不要再出这个 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好 那尤其在颅渣部分 就是还原渣的部分 就是因为它有吸水性膨胀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应该是比较以送水泥厂来处理 会不会作为水泥颜料 是最适合的一个处理方式 不晓得是有朝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吗 跟委员报告委员非常专业 我们也觉得说 应该如果全部都当做是水泥原料 其实是最放心的 那我们在工厅会里面 环保团体也一直提出这个想法 他甚至希望说 你就强制它 但是因为这个作为水泥原料 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控制 所以我想我们也非常感谢产业界 他们就是这个钢铁工会 他们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因为水泥这个制品 水泥原料的这个 这个区化管道的量也需要很大量 所以绝对可以消化我们这些炉渣的这个区化 但是他现在就是说 标准还没有达到 因为是标准嘛 对不对 因为从本习的了解里面就是说 因为其实水泥液的能量 好像有些不愿意搜 那不愿意搜 其实有民众 来自民众的抗争 那或是相关的余率 那这个其实就刚刚涉及到 这个标准或检验 到底怎么样让民众端有信心 对于你送来的东西是无害的 是可在应用的 我想这个余率是我们工业局 应该要积极去 让民众端放心的部分 这个应该要一起努力的部分 是 谢谢委员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啦 因为怎么样 因为做成这个水泥原料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高温 所以应该要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来协助 就是有一些 大家还有一些疑虑 这个部分我们要努力去克服 我们这个部分要跟这个相关业者 一起努力去想办法去跟大家 那这样的一个措施 或什么时候可以提出一个 结论或是一个解决方法 不能一直研溢下去啊 两三个月可以提出一个措施或方法 或是配合你刚刚的所谓的检验的单位 来做呢 好 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之内 跟钢铁工会 研溢出一个这个规划的做法 跟委员来做详细的报告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全曼丽委员 那我想邀请 那我想邀请那个 经济部和环保署的 就是有关这个议题的负责人 好 没关系 我们副局长和副署长 好 委员长 早 委员长 谢谢 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卢渣的问题 其实从一开始 就一直到现在 好像都还是 还没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束 所以到现在还要再继续谈这件事情 那我想是说 在经济部这边应该也知道 那个国外的卢渣的应用 它其实是非常的广泛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们这么多的利用 台湾就一直想要模仿 就是学习其他的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这样的一些做法 可是呢 我们在国外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说 他们在再利用的前面的处理 是处理的非常好的 那我们台湾呢 处理的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话 再利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的环保团体 或者是说 地方单位 他们都会觉得是说 好多的风险 要他们来承担 那 在这一次的 经济部的修法的一些的重点 包括就是说 要申报啦 然后这个执行单位 可能要做一些的调整啦 或者是说 我们的这个 再利用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有些的限缩 那我想是说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是想要 就是说 再追一下 有关于再利用的处理 这个部分 经济部在这个部分 对于那个 再利用的处理 这个部分 它其实不光是再利用 它其实应该要先做 前置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 经济部有什么样的一些的 纳入吗 跟委员报告 经济部规范呢 所以他们就是说 除了这个水泥的部分呢 它不用经过这个 破碎筛选分 筛选分 它止选筛分 它没有这个部分 但是其他的两种呢 它们都有这个规范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经济部 不做这个还原渣的 这一方面的规范呢 就是说 去要求要做 破碎 辞选筛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还原渣的部分 最主要要求它的安定性 所以在还原渣的这个 安定化的执行单位 应该具备 安定化的处理设备 我们是抓紧它这个 安定化处理的这个部分 要求它达到相关的标准 那至于说 这个其他的一些做法要 是它要做成 什么样的一个 再利用的产品 来进行要求 所以它做成不同的产品 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最起码 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它的安定化处理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求 确定谁要做安定化处理 要7月里面 好 那这个的话 我先按一下 我先跳一个 就是环保署的一个规范 就环保署的规范里面呢 它也是有规范到 就是说 它必须要去做这个 就是破碎 辞选筛分 也是要做到这个部分 然后呢 如果是说是由这个 相关的单位呢 他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 它就是要有一个 污染防治设备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环保署 为什么要有污染防治设备 所有的作业 它可能产生污染 就必须要有设备 对 所以环保署也知道 这个东西 它是有污染的嘛 对不对 所以才会特别要求是说 它要有污染防治设备嘛 它就必须要有 这一个 这一个的配备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 其实卢渣呢 它没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规范的时候呢 它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乱象 带台湾到处这样子乱倒乱埋啊这样子 那其实呢 很多人就是也是针对 就是说 经济部对于氧化渣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规范 就是说 它是要去做一个破碎磁选塞分 可是呢 对于这个氧化渣的部分没有 所以呢 就有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它只要拿了一个磁铁 它只要拿了一个磁铁呢 它去到现场 然后呢它只要一吸 它里面只要是说它是有这个 有铁份的话呢 有铁的成分的话 它就可以吸一堆东西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氧化渣的部分呢 我们没有要求它要做磁选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会在各地方都会这样子乱窜 还有呢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马路上面 看到就是说 有些东西呢 在马路边上就可以看到有些铁锈 那铁锈就表示说它里面是有铁的东西在里面 那你如果有经过一个 词选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经济部在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规范 跟委员报告委员的建议很好 我们是不是让我回去再多了解一下 详细的这个内容 我们看看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这个规范 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朝着说 这个 就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概念 我们一定会 不会说让它这个没有品质的这个要求下去进行再利用的 是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磁铁的那个现象的话 你就知道一般的小学生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 所以我们对它的这个设备的要求 品质的要求 还有就是检验的一个规范 刚刚那个我听到那个经济部和那个标准局说 都没有这个规范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很奇怪 因为这样子的话 大家会不会就是没有游戏规则 然后就乱到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经济部 就是说要求要有一个安定化 可是安定化的东西呢 到底是谁要来做 谁要来做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想到 就是说再利用的处理的这个单位呢 再利用的这个机构呢 他要去做这个部分 可是再利用的机构呢 他很可能他是一个工程单位 他也可能是一个营造业者 也可能是一个混泥厂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这个再利用业者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他叫 趕快再利用了 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再利用处理机构 处理机构其实是更重要的 因为他这个能够有 刚刚我们的经济部的代表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有安定化啦 或者是说有一些的这个 后续的应该要去做的一些的事情 那这样子呢 使用者他可能他就会 比较能够了解是说 这个的责任是在处理者的责任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经济部呢 能够有一个规范 那当然就是说我其实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有些的 再利用的处理的部分呢 也希望给这个钢铁厂 就是我们的这个 他的厂内呢 他可以自行在那边处理 可是自行处理呢 按照环保署 他在96年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规定 他必须要有设置 专专业技术人员 还有呢他必须要提报 废弃物清理计划 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东西 他才可能来做自己处理 那钢铁工厂他如果出来的东西 他到底他是一个产品 还是一个废弃物 请问一下他钢铁厂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刚刚有跟委员说明的就是 他必须要符合相关的规范 他才可以进行再利用 那这个规范就是刚刚委员讲的 有这个相关的要求 或者是安定化 所以我是认为 钢铁厂他如果他的能力是可以做的话 当然是没问题 可是如果他的能力有欠缺 然后呢他不按照废弃物清除处理的这个 环保署的游戏规则的话 他其实他就会变成又是不合格 所以呢如果是说我们再利用的机构呢 能够定得更加的清楚 然后呢他的再利用处理机构 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才能够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像国外的 他们能够有些其他的运用的方式 所以呢我想对于这一次的 这个法律的修正条文呢 我是对于这个处理的过程 我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我也希望这一方面的文字呢 把它写得更加的清楚 然后呢让我们持续能够把一些的东西挑选出来 然后他的原料可能就是别人的 他的挑选出来的成分 就很可能是别人的原料 这个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资源能够循环 经济能够循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好 谢谢委员 好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 我们请李燕秀委员 是不是等一下蒋万安委员 这个军打结束以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我是不是可以请 特别重视 废弃物后续事业的回收 我们无论考察 视察也好 但是我一直非常遗憾 其实我觉得工业局在很多 事业废弃物的回收的部分 其实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去想 我一直认为 刚才你都包括回答前面几位委员 你说委员的意见很好 我们待会去思考 憑良心讲 我都觉得你一直都没有积极的作为 当然站在环保署的立场 他就是后续做一些管理法规的制定 然后监督各县市政府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把它当成一个 台湾可以发展未来的产业 我就认为你工业 你经济部工业局你这边 你没有任何一点积极作为 你都是被动的态度 这个是我刚才听到 吴玉琴委员刚跟你答询的过程 你回答我都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这个下个会期在预算会期去审查的时候 我绝对到经济委员会 就好好去看你 好 我先回过头来 副总 因为今天时间不多 包括处长 我今天直询的重要的重点 在废弃物的 废轮胎的再利用 目前我们每一年回收的废轮胎 前一阵子媒体有报道 每一年回收大概11万公顿 目前回收虽然是管道畅通 但是前一阵子我们确实有看到 废轮胎有堆质的状况 因为目前回收有四家 原来有四家 但是台中因为空无法的规则的改变 规范的改变 所以目前合法的只有两家在做 但是前一阵子我们又从媒体上看到 其实无论资源回收厂也好 无论是轮胎回收厂也好 都常常在发生 从媒体上的数据 跟我这边调到官方的数据 事实上火灾的事件频繁 现在又是美雨季节 马上夏天又要到了 登隔日就要到了 我常常当了18年 在地方上当议员 我最常听到里长的陈情办的是 我们住家附近或公司附近 就是资源回收厂 或者有一些说 这是轮胎回收厂 每到夏天的时候 苍蝇啊什么 蚊蝇都来 这个是常会看 但是却束手无策 回过头来这个议题 废轮胎的回收的部分 第一个 环境的管理 其实就是相对的重要 我目前 废轮胎的回收再利用有三个 我想副市长你很清楚 处长也很清楚 一个是破碎跟抹粉 一个是热解肋 一个是助燃的燃料 这个使用的比例分别是20% 11% 最大宗的就是助燃料 占了将近6成5 将近7成左右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量 刚才副市长我有提到 目前我们回收再利用 这三大项 最大的是助燃料再利用 那但是前一阵子 也发生了就是说 这四家厂商只剩下两家 目前再利用 但是这两家 其实还面临了 岁末检修的问题 岁末检修事实上是 都有固定要做的 这个代表 这个它有维护 否则我们可能 不会再发给它执照 今年解决了 不代表明后年 不会再发生 同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 我认为 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环保署 都是交给各县市政府 你们有人在回收就好了 但是长期 我们都没有去思考 包括我刚才 每一个轮胎的回收场 包括其实私底下 我刚才提的资源回收场 它到底能够承受的量 有多少 它后续再利用 能不能再利用 再利用的程度 到底是它下游 怎么去处理 当它接收不了的时候 我刚才提了 火灾频繁的事件 它会不会是一个 恶意的发生的状况 非常抱歉 我非常不愿意 这样直接联想 但是就是给我觉得说 它回收不了 烧掉 比较快 否则当环保局 各县市政环保局 来稽查的时候 我交代不了 我可能就会被勒令停业 这个是 一般人合逻辑的思考方式 所以 我会认为说 政府长期把废弃物的处理 丢给厂商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先骂工业局 我认为工业局有问题 心态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 環保局在督导的立场 你们也有责任 从来没有把 废弃物 事业废弃物 废弃物再利用回收 当作未来 台湾可以创造台湾之光 它可以是一个产业来去看待 副长 副长 我讲到现在 你可不可以先回应我一下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这个在我们 其实我们也很重视 尤其像说废轮胎 它基本上 它那个是我们 公告应回收的项目 所以我们对它们有管理 有补贴 所以刚刚委说 但是副长 我知道你有管理有补贴 你刚刚讲管理补贴 我就要提了 我们刚刚这三项 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其实它的再利用 其实成本有些很高 有些很低 如果只是用助燃燃料 做灰渣 做灰渣的处理 帮忙做助燃料的话 其实它成本很低 但是相对的 它如果是要做胶片 胶粉跟钢丝 它的成本相对 就会高很多 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要用一般每一个人 你处理多少量 我就是补助多少 它当然是用最低阶的方式 去做处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说 台湾很多产业 政府的心态都是 有做就好了 有时候交代就好了 它从来没有想说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个废轮胎回收之后 我辅导产业的转型 升级的利用 它可以变成台湾之光 它可以让台湾看到 很多事业废基础回收之后 台湾的努力在这里 这就是我要骂工业局的地方 这也是我认为 虽然过去这几年 我们有在推说 粉碎跟粉末的使用比例 包括热节热 我们都有提高了 但是你在那个补贴的层级上 事实上 我觉得你是没有做分歧 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出来的问题 第二个我认为 你把所有的工作 都丢给厂商来做 丢给各县市政府 我觉得这个心态 是有问题的 它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量 那你虽然环保局说 会去稽查 那你有没有去做 后续的辅导跟监督 你不是丢给各县市政府 有人再收就好了 你有没有把它辅导 所谓的产业转型也好 工业局有没有跟你们互动出一套 或者是用专案去处理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在这一块 事业废弃物的回收 我们永远是 停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下一步 我想五年十年 类似相关的议题 我们还是在问 目前永远可以有机会回收 就还是这两家 这个是我要提的 协议委员 我想协议委员很前瞻的意见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检讨 因为我们补贴 那有个废率委员会 所以他会照他 他回收所需要的成本来给 当然是不是符合实况 可能委员只叫了 我们要回去检讨 这四大项 这三大项 补贴的部分 事实上有些成本很高 有些成本很低 但我要提醒你 我们现在 我们有将肺轮胎 焦粉应用在未来 可以使用透水性的道路 铺面的操作条件 这个工作我是支持的 但是如何避免 像肺如渣的事件 再一次的发生 我再一次提醒 这个要谨慎小心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 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 这是肺轮胎回收的状况 我不知道每一个 轮胎的回收厂 这十一家 到底有多少 每一个人可以 融售的量有多少 各县市环保局 稽查的有多少 它下游 有没有这么多的能耐 去处理固定的时间量 你们这个稽查的机制 如何去走 再看下一张照片 每一年 前一张数据的照片 你看肺轮胎的 肺轮胎火灾平均每一年就一件 资源回收厂 常常这个是 报导有的数据 私底下各县市政府 有多少数据 可能都还不及这些 可能这数据还要更多 所以我要凸显出来的事情 我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 当它承受不了下游再回收的时候 烧掉是比较快的处理方法 再看下一张 这就是大火的状况 所以看到火灾在资源回收厂 在轮胎回收厂 这种状况频繁 其实不算少 官方的数据我都还没有正式统计出来 这是我从媒体上报导上 我抓下来的数据 可见我觉得中央主管机关在这一块不够努力 我觉得中央跟地方应该制定出一套 更完整的方法去监督它 每一个回收厂它人浓缠的量有多少 它下游能承受的有多少 它固定消化的时间有多少 我觉得你们应该算清楚 然后另外工业局 我下个会计绝对盯紧你 那我希望这些资源轮胎回收 未来可以制定一套更完整的计划 以上 是 谢委员我想这个 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大概自己放火烧应该不会 因为它处理完才能够取得认证 才能够取得我们的补贴 但是对于它的公安 是不是我们要加强去督导 这我们会进一步努力来做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讲万安委员 谢谢主席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环保署副署长 以及我们工业局局长 来 工业局副局长和环保署副署长 谢谢 向各位报告 就是这个局长 反正理由很多 如果他等一下再不来 我想我们委员会 还是要发表谴责 谢谢 好 委员好 你好 我想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最核心主要还是 我们目前面临实际上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在认定上面 还有我们在试用法条上面 所以我想首先请教这个副署长 这个如果今天我们卢查 他经过所谓的再利用之后 当然再利用成为产品以后 那我想根据我们进一步提出来 新的这个事业废弃物管理办法 他其实对于再利用业者有相当的一些规范 不管是所谓第一级的自律管理 或是之后的第三方验证等等 那如果今天我们业者 也就是说再利用业者 他仍然违反了我们这个管理办法 尤其在编号第14条 这里面的相关规范之后 那我们进一步工业局 怎么样来处理 对于再利用业者 他如果还是没有办法遵照 我们这个新的办法里面的规定 有没有相关的罚则 跟我一报告我们 因为工业局在负责的这个业务上面 我们没有处罚的权利 所以我们会借这个环保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 不过我们会先第一个我们会这个 这个先要求他提出这个改善 第一个先改善 第二个如果改善一直没有成效的话 我们会要求他暂停收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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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如渣的这个再利用 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两个部分 第一个要求他改善 第二个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就暂停收受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再利用 对所以根据这办法你们还是先要求业者他自律管理嘛 对不对 然后要求改善 改善 限期改善不成 你们才会进一步 移请我们环保单位 就是环保署 来进一步的来处理 那实际上这办法一定是没有罚则 那所以又回归到我们环保署这边 那环保署根据 我相信是废青法 那请问是根据废青法哪一条来处罚 那个吴处长 吴处长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那是委员39条在地用的 他是52条 52条 6000到3万 6000到3万嘛 对对 那后期他假如有污染环境另外再弄了 至少他这个委员 对6000到3万 那那个 处长您觉得罚则够重吗 我想 一个是委员这个管理办法啦 他假如有污染环境 我想未来他可能要负起相当的责任 这另外 另外一个事情 那工业局说了 关于办法里面没有罚则嘛 那回归到环保单位 环保单位跟39跟52罚 6000到3万 那罚则明显 明显是很轻 那我接下来再请教 这个 那如果今天 我们这个 产生的这个 这个卢渣 没有经过任何的再利用之后 任意倾倒 或是这个到农地去填附 那这样的情况 当然回归到我们环保单位 因为他仍然属于事业废弃物 那这样的情形 任意倾倒 应该是要开罚吧 那这时候是根据哪一条 我想这个 涉及到他是不是 这个行为啦 假如说 因为当场判断 假如说 其实在这个 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就引起这个所谓的 检调单位的努力 他就是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出现 任意弃制 那如果有弃制行为的话 那当然是要非清法 有刑法的责任 对 刑则第46条 对 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的刑则 所以其实很明显 这两个罚则是 这个非常的 不对等 一个只罚6000到3万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任意倾倒废弃物 46条有刑则的规定 所以其实造成今天最核心的问题 也是很多新闻报道的 我们目前很多业者 以再利用之名行废弃 这个 废弃物之实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说我们相关单位 包括我们环保署 还有我们工业局 当然你们在认定上面 如果他经过再利用之后 或是登记为产品 属于我们进一步工业局管理 如果他没有经过再利用整个过程 不是产品 他依旧是世界废弃物 所以 主则单位是 完全没法事全统一 而根据相关的法则 其实也会造成说 业者他觉得说 我就行在利用之名 然后呢 反正只处罚我六千到三万 我根本不痛不痒 造成这样子业者一个侥幸的心态 所以我想请问 这个我们环保署这边 您知道如果现在我们一般废弃物 衍埋厂的处理行情价是多少 针对卢渣这一部分 那个委员报告 现在卢渣是用到衍埋厂 应该没有 很少 衍埋厂幾乎 不会收那个东西 政府的衍埋厂 现在自己的垃圾 也就很少在衍埋 我们 撞报告 航金价每公顿四到四五千块 那如果以一个 产原事业机构四十万公顿的一个炉渣 就要花大概十六亿左右的处理费 所以当然 他不可能花这样的成本 也造成他们说 我用 我就交给载利用机构 而且我还补贴载利用机构 基本上 算下来 每顿大概四百块到六百块的行情 也就是说 相较于我只要也买一场处理十六亿多 我只要花大概一两一左右可以处理 就可以交给载利用机构 而且载利用机构 还可以所谓的载利用 做一个回收的动作 所以造成 如果我是载利用业者 我拿到这笔钱 我甚至不需要真的做载利用的处理 不需要经过那所谓的三个步骤 我就可以躺着赚这笔钱 他就任意倾倒 这些所谓的炉渣 失业废弃物 所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相关的罚则 又这么轻 回到39条 52条 只有罚6000到3万 完全没有办法 对业者有任何拘束力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那所以 今一步工业局 你们即使今天修订了相关的办法 可是你们还是没有一个 一个罚则 仍然回归到 我们环保署 这个主管单位这边 然后根据52条 只简单 最多就罚三位 连续处罚而已 他就 他不用做任何处理 就可以赚了 上亿的这个 钱 所以这部分 我不知道说 未来我们相关部分 不管环保署 还有我们工业局 有没有思考过 将这个事权统一 将所有这些废弃物在利用 回归到我们环保署 成为一个主折单位 各位委员報告 我想 这个 我们在上次的 《非经法修讯条文》的寻达 已经表达了 就是 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排斥 只是在现阶段 对于我们人力跟资源的安排 包括地方 環保主管机关能不能承受 所以是不是一次这样子来做调整 我们有一点保留 所以 下午的条文 我们也提出来说 是不是有一个折衷的方法 逐步来做调整 所以 方向上我们并不反对 那么 刚刚委员所提示的 就是有关说 那他直接从产源 请到 就是 请到《非经法修讯条文》 就有刑责 但是并不代表说 他送到 再利用机构 没做任何处理 去请到 那个就是叫做 产品 那个还是 还是属于 《非经法修讯条文》 的行为 所以我们还是会用刑责去做处理 如果说他处理到和工业局所公告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那基本上他对环境的危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如果用错了地方 那当然他可以用 跟微软再利用的这个去做处理 所以我想在程度上是有点差别 不过委员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会再厘清一下 我们在执法上面是不是恰当 这我们再来做一个 好的 请到副部长 因为 其实根据高雄地方法院一个判决 其实即便像副部长讲 他认 不管是认定是产品 或自始登记是产品 可是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很清楚 他有说 如果今天产生者主观上 想要予以废弃 或虽然没有想予以废弃 在认定上面 我想不只是像副部长你讲的 今天如果他是一个废弃物 倒是在利用机构 他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步骤 成为产品 或他自始登记为产品 像中刚的这个转炉石 或炉石这些 可是法院他已经判定说 他其实符合主观上 车观上这些要件的时候 他依旧是废弃物 所以在认定上面 我们相关的规定 并没有很明确的规范 所以并不单单只是像副部长你讲的 我们就现在的规定 根据这个步骤 几个阶段 他属于废弃物 好 请导 根据3952条做这样的罚则 如果之后成为产品 当然会要46条有行则的规定 可是实际上碰到的状况 并不是 因为判决也写得很清楚 我帮副部长 您了不了解这个判决 是 我想委员提示的没有错 就算说 我们常常讲 这个猪肉摊上的肉 它如果丢到地上 它一样是废弃物 虽然在猪肉摊上面 它是卖的商品 所以它如果是废弃 当然它任意请到 那就是照废弃物来处理 我想这个在认知上 应该没有意义 好 所以我希望未来 当然环保署也这个 刚听到就是说 超越目标也希望事权统一 我希望未来 我们在相关这个处理废弃物 还有再利用的这一部分 不要再这样变成三不管地带 然后如果能够事权回归到 由环保署统一来管理的话 我觉得会解决事务上很多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委員 好 谢谢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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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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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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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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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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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